送你这样一个小盆井,你敢要吗? 如果你接受了,要做好心理准备 几乎每天都要浇水,每周要杀虫杀菌 为了开花结果,还要定期施肥 两个月左右要打理一次乱七八糟的枝条 在完全定型之前,每一个小枝条都要用铝线固定 小盆井枝条间隙小,绕线插线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程 还要学会修剪,每个枝条的长短布局都要考虑 像这颗枝条太长,大飘枝可以往左也可以往右 必须要做出选择,也许你会说,我不剪不就行了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,如果枝条再继续生长 几个小时就能消耗完小盆里的水分,造成脱水死亡 当然还要会配盆,一年一次的换盆必不可少 因为只有修剪后才能长出更多新根 只有新根才能吸收营养 不换盆会一年不如一年,慢慢的它就回老家了 还要学会选择合适的土壤 土不透气绿水,再怎么用心养糊都是白费 还得抽时间去敲墙角的青苔 这么一个小朋友那么麻烦,还敢要吗 不过,选择这种费时费力,费经济的爱好 一定是个热爱生活,做事细腻的人 不取悦他人,甚至不图回报,可以踏实做事 这样的人非常靠谱,并且责任心强 夸你那么多,该点赞了 我是李湘璐,我们明天再见